作词 李宗盛 完成你的目标 要戒掉逞强的嗜好 都怪我 把自尊放太高 没有把你照顾好 骄傲 是脆弱的外表 最怕我的心你不要 能不能继续对我哭 对我傻 对我好 只需要我为你想 为你疯 陪你聊 你好不好 好想知道 别急就把 回忆都丢掉 我只需要彼此身边 陪我找 陪我拿 拥好的我 把默契 坏的我 都换掉 好想听到 你坚持说 爱我 若我无回答 那一秒 你好不好 你好不好 天知道 我快要受不了 我会藏进心里上 你坚持说 拥抱 再多一次就好 你要的我都做得到 能不能继续对我哭 对我傻 对我好 只需要我为你想 为你疯 陪你聊 给你的好 还要我哭 打了我 却不敢 坐下 我只需要你在身边 陪我笑 陪我拿 别用力 陪着我 失去的人最重要 你说 说你曾经爱过 我 就我不回到 那一秒 你好不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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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让我 为你哭 为你笑 为你好 尽是让我为你笑 为你疯 陪你老 你够不够 好想知道 想听 别急着把我的爱 丢掉 我只需要你在身边 陪我笑 陪我拿 别用力 看着我 失去的人最重要 别说 别说 你曾经爱过 我 让我们回到那一秒 你好不好 结束 你就会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一句富语 是的 黑甲问你就见了 他妈 都是他们 抓起来 就是你 完了 好酒量啊 天啊 谢谢大家 请看菜了 哈喽 我们演的全集演了 我杀人又不用走 哎哎呀 哎呀 今天这菜可真好吃啊 哎呀你看这菜 你看后面你看好笑啊 好甜 好甜 好轻着一下来 你笑才看这个 你笑才看这个 哦 嗯好 你要看好 爸爸 来来来来 爸爸 好来这是清嘴啊来 有点 中生谁在当 差点了折磨 冰了手心 没搜紧 赤指口径 天空在大好处放晴 你对我迷人的情话很重 结果还是很甜 好看哦 我来说我可以 我可以 我这先 就会 走 他 是 有点 基本上 我打的 我打的 不要话 我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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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疯了 我打的 我的 这边 我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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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彤 你想不想看一下吴蕾给你带来的那个爆料是什么 我们先看看吴蕾说了他 小彤其实特别的胆小 因为从小在横店拍戏嘛 就会看到他经常会因为一些特别小的一些动静啊 一些小虫子啊 吓得就整个人蹦起来这样子 好黑啊 我的天哪 好可爱啊 小时候高 那边吴蕾比我矮 小彤从小就是最高的那小彤 今天也在跟小彤聊 就是说其实我俩小时候是真的没有拍过戏 但之前就认识是因为两个人都是小演员嘛 脚脚脚 我不敢这么讲好吧 就是都知道童心里面有一个观小彤特别厉害 特别优秀 就是我到现在我的朋友很多 还是我什么初中同学呀 包括小学同学还在联系 我是那种会有 就是社交有恐惧的 就不是说不代表说我内向这件事 可能我只有在真正有安全感 特别熟悉的人面前 才会是特别活泼的 不然的话就是完全就是那种 就躲可能也是 就是胆小 很怂 刚开始来王牌也是 我也很害怕 因为要见到 李儿姐腾哥和 华晨宇哥哥三个人 都不认识 所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是很害怕 我们也害怕你 所以就是作为我来说 其实交朋友好难 而且交到真正的朋友 也很不容易变的 就可能我这个岁数 正是跟朋友一块出去 哇 嗨呀 什么这个那个去交朋友 但是很多就是限制了你这些行动 因为毕竟是在这个行业之内 所以交到一个真正的朋友不容易 包括连活动支撃 我今天都请来了 就挺不容易的 真的很不容易 真的太不容易了 说请我来的时候就说 哎呀 小童说要王牌游戏 做一个好朋友主题 你说我没朋友 我说我不来他就没有朋友了 我说啊 吴磊也很惊讶 我是小童的好朋友 还能有杨迪惊讶 早说嘛 我也可以演你的朋友 都行 我也想顺着就问问吴磊 你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因为你和小童的成长轨迹 其实比较类似啊 就是常见在剧组的人都知道 就是大家在剧组的时候 都会工作得特别好 但始终会因为环境的变化 然后就人就渐渐地就疏远了 对 所以说友情这东西需要去维持 哪怕是你觉得再好再铁的人 你觉得一个月不联系可以 两个月不联系不可以 也许一年不联系 可能这感情就真淡了 但是我觉得我和小童 我俩其实不联系 但是偶尔会在活动上碰到面 我记得有一次 小童见到我 就跟我说什么 哎呀 别在意那些其他的事 然后叫我做自己啊之类的 但是他其实比我经历了更多这些 然后他在那个情况下 反而能来安慰我 就是知道说什么都没关系 就是可以无条件信任对方的 这种安全感是不会随着时间 推崖磨灭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关系 是很难去寻找的 请问小童的身高是 12.4 12.4 你都打不出来 你为什么知道 有灵有整的 又压题了 没有这个真的 这个因为他每次都会说 见面的大家 你好我是172.4是吗 然后他 不是因为蔡老说我1米85 然后我就说我是1米72.4 可你确实是1米85啊 过了 你咋连自己身高都说不对呢 请问腾哥微信的逆称是 解惑大师 腾 腾哥微信的逆称是 大洋腿 腾哥你什么时候换进大洋腿了 我那还是解惑大师啊 最近一次联系腾哥是啥时候 也是送金币是吗 提到小童第一个想到的是谁 这还想不到 我们都想到了 这还不知道吗 仙女啊 说到小童第一个想到的是谁 仙女 这小嘴甜的 哈哈哈